大家好 我是曹卫东 为了丰富我们解放军官兵的春节生活 解放军的文化艺术中心 拍摄了一台春晚 准备在2月8号 就是蜡月29的下午3点钟的网络直播 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也邀请我去在这个节目中 讲一个关键词 主持人就问我 说你对过去的2023年 能不能总结一个关键词 我说我认为是四个字 走向强大 为什么呢 因为2023年 是我们人民海军参加雅丁湾护航15周年 在这15周年里边 就是我们相继派出了45批的护航编队 那每批护航编队 都是基本上由三艘舰艇组成 基本上是一艘驱逐舰 一艘护卫舰 还有一艘补给舰 在这个15年间 这个我们的装备表面看 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但实际上在这个具体的护航过程中 我们还派出了就是核潜艇 因为防备就是这个商船被海盗劫持之后 我们要救人质 所以要用核潜艇运载这个特种兵 去解救这个被劫持的人质 所以派出过攻击型的核潜艇 而且我们还派出过船务登陆舰 就是能够放出气垫船和两栖坦克的船务登陆舰 那这个就是我们也在打击海盗中进行了检验 但是从测试的情况看 就是两栖坦克也好 气垫船也好 其实不如直升机来得快 不如有些快艇的效果好 但是我们进行了相关的这种检验 表面上看 我们总是一艘驱逐舰和一艘护卫舰 或者一艘补给舰 但是我们的驱逐舰是把052ABCD 这几种型号基本上全都检验了一遍 因为AB型的这种驱逐舰 它的排水量只有4000多吨 它的导弹都是在加班以上的 那到了就是052CD型的 比如说长沙舰 这个河飞舰 这些都已经是排水量达到了六七千吨了 而且它的导弹发射系统都在加班以下垂直发射 而且都用相控阵雷达 非常好 那也在就是这个护航的过程中 全部进行了检验 实际上虽然都是驱逐舰 但是它已经有了很大的升级 那么我们再说护卫舰 054型的护卫舰也有改型 我们也拿到这个亚丁湾的护航中进行了运用 那15年来我们大量的水面舰艇 在亚丁湾这样一个远海的区域 一执行任务就三个月以上 那就进行了这种装备的检验和人员的 就对我们官兵的这种远海的检验 那是不是一个巨大的提升和进步呢 当初的时候我们就是没有任何的经验 但是现在15年来 我们这些舰艇进行了检验 我们的官兵进行了检验 特别是他们的这个成果 也就是在这15年间 我们保证了被护航的这些商船 百分之百的安全 我们在这15年间 保证了我们参加护航官兵的百分之百的安全 和舰艇的百分之百的安全 而且我们还派出和平方舟号这样的医院船 为我们的这个官兵进行身体检查呀 或者是这个救治啊 这也说明我们这个人民海军的这种能力 再有呢就是在这15年间呢 我们实际上人民海军的装备里边 有了自己的航空母舰啊 山东舰是完全国产的 那后面下水的这个福建舰啊 是8万吨的平直加版的电磁弹射的啊 现在已经顺利的完成了西伯试验 那下一步就是出海进行这个海试了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回想起来啊 那美国参加护航了 英国参加护航了 这都是当年的海军强国呀 包括德国 谁能坚持15年来 每次派三艘舰艇 然后连续不断的这么坚持15年 谁能坚持就是在这个15年间 没有被海盗劫持过 被护航的商船 谁能保证自己的这些舰支和官兵 百分之百的安全 你们做不到 那人民海军做到了 是不是标志着人民海军在走向强大呀 我们再说在当时的时候啊 我在国防大学介绍我们国家海上的相关情况 或者是海军的相关情况的时候呢 发言完了这个德国的武官就问我 说你们中国人就会光说不做 现在雅丁湾护航的全都是欧盟的舰艇啊 为什么没有中国的 我说中国人言辟信行辟国 你看着我们的行动啊 那不久就是我们就派出了舰艇参加护航 因为当时的时候我又不是新闻发言人 我不能对他讲这个消息啊 但是实践证明 我们说话是算数的 那美国武官的这个发言就更具挑衅性啊 他说什么呢 他说我们美国有航母啊 有最好最大的航母 就是不知道怎么打击海盗 就是讽刺你中国没有大型的水面作战舰艇嘛 我说这个航空母舰造出来 就不是打击海盗用的啊 我说中国会用自己的相应的这个舰船 去打击海盗 去维护海上的安全 那现在我们有了航空母舰 而且我们福建舰是第一艘用常规动力 用电磁弹射的这种航空母舰 这是一个创举 那你美国有的这个航空母舰 就是这个福特号的啊 那你现在也不就一艘吗 而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的发展的速度 就是装备的发展速度是多么快啊 都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 所以我说这是走向强大 那么根据这个情况 我们说人民海军走向强大 那就是意味着 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个强大 因为他现在是陆海空联合作战嘛 那在这个过程中 人民解放军走向强大 才保证了我们国家的安全 我说在2023年 世界上我们看到啊 很多的热点 比如说俄乌冲突没有结束 那又新爆发了八亿冲突啊 可以说世界上热点很多战火 很多形势更复杂 世界局势是复杂的 是动荡的 但是我们国家呢 却非常的安全啊 人民的生活呢 不会受到这个外界的 这个战乱的影响 所以我说 这也标志着 中国他在走向强大 因为你只有综合的国力强 你的国防强 别人才不敢欺负你 你才安全呢 那这就是走向强大 所以这就是我当时总结的关键词 那么到了2月8号啊 下午3点钟 也希望大家呢 就是观看 这部就是为官兵准备的春晚 应该说 这个呢 可能是更全面 更好的展示啊 我们解放军的 这个发展 和这个在未来呀 我们的这个建设的方向 和训练的方向 也是为广大官兵呢 增添这个新春佳节的啊 这个文化活动的娱乐的氛围 感谢大家观看本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